據稱西城區規定疫苗接種率必須要達到80% 並要求各單位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完成 在3月底以前達到目標 同時 據大陸媒體3月10號報導 北京市朝陽區也已經全面啟動上門接種服務 在進社區、進村接種疫苗之後 又開始了新的五進行動 也就是進機關、進CBD、中央商務區 進產業園、進商圈、進校園 有朝陽區的居民對海外媒體表示 目前社區還沒有人來通知他們接種 只是將有關通知貼在了電梯的牆上 說是自願的 但他表示 無論是收費還是免費 他們都不會去接種疫苗 今年是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暴政遭鎮壓62週年 3月10號 流亡海外的藏人在多地舉行紀念活動 表達對中共的抗議 在印度 流亡藏人在多個地區都舉行了集會遊行 要求中共停止撒謊 並呼籲世界傾聽真相 在臺灣 藏人福利協會 當晚也在臺北市自由廣場舉辦 《世界和平祈福法會》 為當年的死難藏人送經祈福 在澳大利亞 旅居當地的藏人 則到中共駐悉尼領事館前示威 要求中共停止打壓境內的藏人 呼籲國際社會勿望西藏苦難 1951年 中共強迫西藏簽訂17條協議 開始對西藏的統治 從1955年起 中共在藏區強推人民公社搞大躍進 並以階級鬥爭為名 摧毀寺院 強迫僧人還俗 導致藏人不滿 1959年3月 中共以鎮壓叛亂為由 派出軍隊對藏人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這一血腥的鎮壓給藏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痛楚 我們就uz 請不按照 也請不按照 我幫你 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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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